新冠后出现薄体功能障碍 新冠后出现薄体功能障碍 主要还是因为在新冠的感染过程中 人体的正气气血耗散的比较多 那么在后期他可能对一些体弱的病人 他可能没有完全清除掉他的残余的一些邪气 局部经脉气血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通畅 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把它归结为就叫做正虚邪恋 气血不合 不同年龄阶段的病人 他的薄体功能障碍的原因会有不同 对于青年人来说 他的肾区表现反而会多一些 可能还是跟他们接触 过早地接触到一些 我们叫做儿童不一样 或者一些成人的一些内容有关 因为现在的网络世界是开放的 他们接触到的一个信息原因很多 那变成他接触到一些 没有受到监管的一些内容以后 我们说年轻人他会有一个叫做 心神不定 心神不安不稳 叫做他的心智没有发展程度 他缺乏一个自控能力 那么他会很容易就过度在这方面 或者过早的出现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也有肾虚引起的勃起功能障碍 而对于肾虚呢 很多人就老记得我有个肾虚啊 就肾虚导致这个布局 但实际上肾虚里面分得很细 肾虚主要分呢就是叫做肾阳虚 命门火衰 那么你就要调补命门之火 叫瘟阳不善 还有一种叫肾阴虚的 叫知阴不善的了 就对一些中年人 壮年人来说 他们的一个波及功能障碍或者布局的原因 反而不是以肾虚为主 他们主要还是出现在一些跟饮食啊 跟情绪啊 跟他的劳累相关 所以我们就认为对一些中年人的布局来说 那么我们不一定要补肾 更多的时候可能要找到他的原因 可能你要疏肝 可能要轻着去湿 要运动 要控制体重 要戒烟戒酒 这方面的治疗可能是更主要的 新冠后出现脖体功能障碍呢 主要还是因为在新冠的感染过程中 人体的症气继续耗散的比较多 那么在后期他可能对一些体弱的病人 他可能没有完全清除掉他的残余的一些邪气 局部经脉气血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通畅 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把它归结为就叫做 症虚邪恋 气血不合 那么治疗方面可能就主要倾向于呢 就是把它用一些扶症 驱邪 调和气血的一些原则或者方法来治疗他 手段可以用一些中药的方法 食疗的方法 甚至可以用一些针灸的方法来帮助到病人 但具体的方法可能要根据个人体制 那么找有知识的或者叫做我们叫注册中医师 看一下然后再来具体用药 对中医的话认为关于你自己购买壮阳的药物 我们说中医可能有六大症 只适合于命门火衰的那一部分 但是对其他五大症都不太适合 用错以后会出现什么效果 可能会耗损你的声音 可能会加重你的湿热 可能会阻止你的气血更加不通畅 所以就会适得其反 甚至会危害你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